youtuber谷阿末一电影解说系列影片走红 即便后来陷入版权争议 但人气依旧很高 今天有网友爆料称 与有人去看电影时进场前 听见旁边观众说话很大声 结果发现对方竟然是谷阿末 当时谷阿末与老婆在场外的座位去吃爆米花 期间却把爆米花紫涂在地上 并用脚踢开 开场后也看见地上有食物碎屑 该名网友忍不住拍下照片 上传到网路上表示 自己不是想公审公众人物 但看到这么没功德心的荧幕 真的为打扫人员觉得辛苦 贴文曝光后引起往我们的正反讨论 不少人气愤的批评 无法接受制造垃圾的人 竟然把嘴里的东西吐在地上 这种行为真的很饿 但有网友表示自己曾在电影院打工过 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而且单凭这几张照片 也没办法证明古阿末是故意的 说不定是不小心掉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